关于实义动词的疑问和否定句形式 接下来在课文当中将会涉及到的是 第一非常简单和实用的口语 同时呢我们会复习到 在这之前所学到的所有的介词 再接下来呢就是在知识拓展当中 会为大家介绍数词 还有有关于Apple所组成和构成的一些礼语 这里面的字母I呢 就读作它本来的音I I 那我们现在来拼一下 L I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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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就属于那种叫原浮义的音 意是不翻音的对吧 再来一遍 Like 它的意思呢叫喜欢也叫想要哦 有很多人觉得它就是喜欢 但是有些时候也可以表示想要这个意思 同时呢这是一个动词 动词动词 V表示动词 而且是实义动词啊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Like这个单词的用法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我想说我喜欢足球 I like football 所以呢如果你喜欢什么 就可以直接在Like后面加上这个词 比如说I like football 那接下来我想进一步的说 我非常喜欢足球 有人说 I very like football 脱口而出 请问大家这样说对吗 我们在横岛之前就说过了 虽然汉语的顺序是 我非常喜欢足球 但英语当中呢是不可以把非常放在我的后面这样来搭配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一个句子当中 谁干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句子当中 我喜欢是最重要的 所以把I like说出来 然后再要加你怎么着喜欢的 对吧 所以呢 I like football是最重要的 然后再说什么呢 然后再说你喜欢的程度 very much 所以I like football very much 才是我非常喜欢足球的方式 如果用语法的方式去解释的话 就是因为like是一个动词 然后呢 修饰它的是very much 这个副词词组 那你知道副词的位置叫什么来着 对 行前动后 就是形容词的前面 动词的后面 所以呢 它自然是需要放在like的后面的 不能在like前面加这个程度 OK 好了 这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最有可能犯了一些错误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like在生活当中 用法 怎么出现的 比如说 我喜欢足球 我说I like football 但现在我加了个动词叫 我喜欢踢足球 有人这个踢怎么说呢 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要踢 那是有这个动作的叫kick K-I-C-K 但在这儿呢 我喜欢踢足球 其实不是这个动作 而是踢足球这件事 那一旦变成事呢 我们需要用到这个词词叫play football play football 好了 那现在呢 我需要把play football 加在我喜欢I like的后面 有人说 那就简单了I like play football 就完了呗 不 因为如果你要这样说 like是动词 play也是动词 两个动词是没有办法 无缘由的挨着放的 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改变 需要这样变 把这个动词 踢足球的踢 变为ing的形式 叫I like playing football I like playing football 有人说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等到大家学到二侧动名词之后 你就可以非常深刻的去理解 现在你就记住 你不可以说I like play football 而是需要把play变一个形式 这样是符合语法规则的 那未来如果出现这种类似的表达 大家只要套用就行了 比如说我喜欢开车 开车是个动词叫drive 那现在呢 我要表示 我喜欢开车 就需要在like后面 把drive改变为driving I like driving 这就对了 那比如说我喜欢游泳 那就是I like swimming I like swimming 所以这是like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表示我喜欢一件事 并且可能经常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的固定表达和搭配方式 好了 有关于like就收完了 接下来请看第二个词叫want want 它呢是需要发出一个鼻音的 就舌尖放在胀指根部 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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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它的意思叫想 其实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想叫think 对吧 可是呢 虽然think也翻译成想 但是它并不是大家所以为的那个想 think这个想是认为或者是考虑的意思 比如说我认为 我想是这样的 那就是I think 对吧 但今天这个want 它这个想其实叫想要 就是我想要做一件事 或者我想要得到一样东西 这都是可以的 举个例子 我想要一辆新车 这不是考虑也不是认为 而是我想要得到这件事情 得到这样东西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说I want 后面加上名字 a new car 这就可以了 I want a new car 所以它的like是一样的 可以直接在后面加上你想要的对象 就行了 但比如说我特别想要一辆车 请问 我能说I very want a new car吗 根据刚刚的讲解 大家知道这样是不可以的 那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说 I want a new car very much I want a new car very much 这样就对了 好了 所以这个词呢 和like在用法上是一致的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 接下来要说的是 want 后面也可以加一个动词 比如说我想买一辆新车 那这个想want是动词 买又是一个动词 叫buy 那我能够无缘由的把它俩搁在一块放吗 不可以的 势必要做一个改变 就像刚刚的like 后面加多一的形式 今天我需要在want后面 先加一个词叫to 然后再加上这个动词 所以我想买一辆新车 就叫I want to buy a new car I want to buy a new car 这样就行了 那你说为什么呢 在一侧105克的时候 我们会专门讲到这个结构 现在呢 大家就记住 want后面如果再加个动词的时候 不可以说I want to buy a new car 这是不允许的 先加to 然后再加东西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就套用 我想开车 drive是动词 那就是I want to drive 就可以了 I want to drive 那比如说我想去游泳 游泳也是动词啊 swim 那就是I want to swim I want to swim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那单词非常少 但是这两个词 由于都是动词 因此它们的用法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好了 单词就说到这里了 第一个句子 Do you like coffee? 你喜欢咖啡吗? 看到这个句子的时候呢 你一定在考虑一件事 就是 coffee这个单词是名词 对吧 那它前面是不是需要加点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很早之前说过 名词前头必须要戴帽子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对吧 那coffee是名词 是不是在它前面需要加个罐词什么的吗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试一试哈 假如我要加这个词 你觉得合适吗 Do you like a coffee? 不可以 因为在41个我们刚刚学过 coffee属于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是不能数的 那你自然不能加an什么的 对吧 所以它是不行的 那就换一个词吧 比如说the the表示这个那个这些那些 请问大家 Do you like the coffee? 在语法上是对的吗? 当然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在意思上 大家想想 是什么意思呢 你喜欢这咖啡吗? 假如呢 两个人在探讨有关于咖啡的事 啊 这有好几种的 然后呢 我冲了这种 然后问你 你喜欢这个吗? Do you like the coffee? 这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在真实的这样的语境下 特指了这个咖啡的时候 是完全可行的 Do you like the coffee? 但是呢 如果我只是问你 你喜不喜欢咖啡 这个咖啡是泛指所有类型的 没有特指哪一个 哪一种 这个时候是不需要加the的 OK 那好 除了这两个选择之外呢 大家也有可能说 那我能不能把咖啡 变成复述形式呢? Coffees 自然是不可以的 因为咖啡是不可数 不可数名词 是没有复述形式的 永远都是单数 因此呢 总结一句话 当你想饭 只得问别人 你喜欢咖啡吗? 只有一种说法 叫 Do you like coffee? Do you like coffee? Coffee甜面 什么都不用加 是完全正确的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我把这个Coffee 换成别的 比如说你喜欢书吗? 两个人在聊天 聊你到底喜欢什么 有什么喜好的时候 我问你喜欢书吗? 那么这个时候 请问大家 书是一个特指了的 还是泛指了的呢? 那这是需要 大家考虑的问题 然后我给大家答案 大家来看一看 这些是否符合语法要求 同时在某些语境下 是不是也可以说 比如说这个 Do you like a book? Do you like a book? 你喜欢一本书吗? 在语法上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book是可守名词 下面加lots 也还是可以的 但是大家想想 这个句子 在什么样的真实语境下 才会使用到呢? Do you like a book? 比如说两个人都上车了 然后呢 我再看一本书 觉得你也很无聊 然后我问 你要本书吗? 我给你拿一本 你看吧 叫做Do you like a book? 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和这种语境下 这句话是可以使用的 好 那接下来再比如说 Do you like the book? 我在book前面的冠词 就换成了the 那你知道 the表示特指这本 或者是那本 这呢 语法上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可以的 但是呢 它也需要一定的语境 因为the表示 这一本那本特指了的 所以一定是两个人 在谈论书 这几本 你喜欢这本吗? 那就是Do you like the book? 这是对的 这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 我们Do you like book? 这个book 前面什么都没有 后面也什么都没有 请问大家 这样可以吗? 因为book是可数名词 它前面可以加的 可以加呃 但是你什么都没有 在语法上是不正确的 所以呢 这句话在任何的语境下 都不会说到的 比如说老师 哎 那我就想问贩指 你喜欢书吗? 比如说 你喜欢运动 喜欢书 喜欢瑜伽 喜欢旅游 这么多的事情当中 东西当中 你喜欢书吗? 它是一个贩指的概念 那我需要怎么说呢? 嗯 如果是贩指的概念 那就得贩起来啊 就需要把book 变成很多种类型 不同的书啊 所以呢 在book后面 需要加个s 叫do you like books? do you like books? 这样就对了 所以呢 其实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但他们牵扯到了 名词和贯词之间的关系 以及可数啊 不可数啊 以及在什么样的语境下 所使用的话 因此呢 还是非常值得大家 去推敲的 好了 这是我们今天 在这一课文当中 要和大家说的第一句话 下面要来说第二句话了 do you want any sugar? 一个人问 人说yes please 又问 do you want any milk? 你要牛奶吗? no thank you 大家发现呢 这个对话看起来 没有什么特别的 而且呢 如果让我们自己看 可能读一读 也就结束了 但是 如果我们把思维层面 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 相互转化 或者说 从这个思维层面 和文化层面 去思考问题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两句话 背后所藏的东西 非常之多 在哪呢 就在yes 或者是no当中 大家发现 中国人呢 其实有些时候 还是很直接的 比如有人问 你喝咖啡吗? 不要 你吃这个吗? 面条吗? 不要 不要 不 我很快就结束了 而且就一个词 没 不就没了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呢 如果我直接用这种方式 翻译成英文 我会带一个no 就显得非常非常不符合 当时的语境 或者不符合他们的语言习惯 举个例子 在02年的时候 应该我带着很多新东方的学生 去了英国 那是一个国际游学营 在英国要待三周的时间 就是要和他们当地的孩子 一起去上学 然后一起放学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一次是要在学校的餐厅吃饭 然后呢 这个学校的餐厅师傅啊 都非常非常的绅士 带着雪白雪白的那个厨师帽 穿着雪白雪白的那个衣服 然后呢 给学生们来打饭 他们真的是超级有耐心 每一个孩子过来的时候 都点头哈腰的问 Do you like this? Do you like this? 每一个菜都问过去 你要这个吗? 你要这个吗? 每一个孩子每一道菜都问过去 然后呢 轮到我们中国孩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 问Do you like this? 意思是 你要这个吗? 我给你打一点 孩子说 No 不要 又问 Do you like that one? 你喜欢那道吗? 我给你打一点 Yes 要 你会发现 这样的语境 似乎好像真的是 不太契合 他用那么客气和绅士的方式来问你 但是你用如此斩钉截铁的方式 不要 要 来回答他 所以我就感觉到 这个师傅的脸上的表情 在微微的变化 他肯定在想 这孩子在想什么呢 这孩子 所以呢 大家会发现 这其实是文化差异 也叫文化冲突 因为在中国话当中 我们就是用是或者不是要和不要来说的 对不对 其他就没有了 而且这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 是特别正常的 但是在西方人的习惯当中 他们从来不单独的说yes 也从来不单独的说no 在所有的yes后面 他们一般都会说please 在no后面一般都会说thank you 这样才能够显示 他们在这种语境下 说话的这种客气程度 尤其是在别人问你要不要行不行的情况下 一定要记得yes please 或者no thank you 所以呢 在未来的这种语境之下 大家需要把它作为一种语言上的固定用法 写下来 千万不要单独的说no 单独的说yes 会让人觉得不那么的合时宜 所以呢 这就是在这一刻当中所出现的非常简单 但是又非常有用的口语 yes please no thank you 那包括我们去商场 别人问你 can I help you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如果没有 记得说no thank you 如果想问他 记得说yes please 然后再开始聊 好了 这是今天的第二件事 今天要说的第三件事呢 是这句话 I don't like milk in my coffee I don't like milk 是我不喜欢牛奶 in my coffee 表示在我的咖啡里 那这句话应该怎么翻译呢 对的 就是我不喜欢在咖啡里面加牛奶 那这句话呢 其实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真不太一样哈 我不喜欢在咖啡里加牛奶 我们中国话当中有一个字叫加 在英语当中压根没有 就是我不喜欢在咖啡里面 有牛奶 I don't like milk in my coffee 在我的咖啡里不喜欢牛奶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它来替换很多不同种说法 比如说我不喜欢在茶里面加糖 叫什么呢 I don't like sugar in my tea 一定是先说那个东西哈 I don't like sugar in my tea 再比如说我不喜欢在咖啡里面加糖 I don't like sugar in my coffee I don't like sugar in my coffee 所以呢 类似的句子我们就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了 那再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说 除了喝的吃的东西之外 有些时候呢 你有没有发现 有些人在讲 讲话的时候 喜欢说中文 假点英文 或者说英文的时候 假点别的语言 你显示自己的语言能力超强哈 对于我来说 I don't like English in my Chinese I don't like English in my Chinese 我不喜欢在说中文的时候 夹杂英文 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是 有一次我下飞机哈 一个人刚落地 立刻就开机 然后开始说了 有关于那个case 你需要follow一下 那个就是他说的每句话当中 都是一个中文句子 带有两个三个英文单词 听着呀 特别特别的别扭 真想上去揍他 让人有这种感受感觉你知道吗 明显的要显摆他会懂英文 但是后来想哈 因为我们不习惯 但是在很多地区 人们已经习惯这么说话了 比如说在香港 人们就习惯于把这种中文 或者是粤语 甚至于是英文 全部都夹杂在一起说 是因为那个是 是一个多语的地区 因为粤语普通话 英文是大家都能说的 所以呢 在双语或者多语的环境下 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想想那就不揍他吧 那么大家知道在英语当中哈 就是讲英语的人 他会不会在他的英语当中 夹杂点别的语言呢 也真的会哦 那你知道他们会夹杂点什么呢 一般人会夹杂点西班牙语 或者是法语来显示自己 有文化 那如果我要说 我不喜欢在我的英语当中 夹杂 法语 叫什么呢 I don't like French in my English I don't like French in my English 这就可以了 OK 好的 那这是在这天课文当中所出现的三个 特别特别 值得和大家一起探讨和分享的事 除此之外呢 应该是非常容易的 一定要记得熟读课文哦 下面呢 我们按照演绎和推理总结的方式 来为大家讲解 先请大家来看这个图片 然后呢 有一个问题需要你来补充完整 他们幸福吗 这句话该用谁来提问 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是are 一个是do 请问他们幸福吗 应该怎么说 你选are还是do呢 嗯 如果你选are就对了 叫are they happy are they happy 好 接下来请看第二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有很多学生哈 那我问他们是学生吗 他们是学生吗 请来做出选择 你选are呢 还是do呢 嗯 如果你选are就对了 叫are they students are they students 说到这儿呢 很多同学就在想 老师 我每次说句子的时候 都有这个疑问 就是我不知道用are还是do开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一会儿就为大家揭晓其中的答案 现在呢 先请大家再来看一个图片 我想问 他们在地铁上吗 他们在地铁上吗 请选择are they on the subway or do they on the subway 嗯 如果你选择are就对了 are they on the subway 那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哈 刚刚我们所说的三个句子 分别是are they happy are they students are they on the subway 首先这都是正确的哈 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 其次呢 要说的是为什么 他们要用are来开头 而不用do 这和后面这些词的词性相关 就问大家happy是什么词 对是一个形容词 students呢 嗯是名词 on the subway 对是一个介词短语 所以说形容词呀 名词呀 介词短语啊 甚至于是副词啊 等等这种叫非动词的类别 都是需要用isMR等等 这些必动词去提问的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所用到的 这三个句子当中所用到的规则 是我们在第一课第二课就学到的 第一课是不是学了一般疑问句 然后告诉大家 一般疑问句的变法是 把必动词提到句子的最前面 当时所变的所有句子 其实里面包含的 无非就是形容词名词 介词副词等等这些 对吗 所以呢 如果你看到形容词名词 介词副词等等 非动词的疑问形式 就选择必动词当中的某一个 就可以了 到底是哪一个 大家现在已经很熟悉了哈 A3R和I she they 这些怎么搭配的 答案应该非常清晰的 于是说到这里呢 有人就会问老师 那如果不是形容词 不是名词 不是介词 不是副词 不是非动词 而是动词呢 也就是说 假如这个句子当中 是有一个动词的 我要提问 用谁来提问呢 现在请大家来看 在今天的课文当中的两句话 就可以帮助大家来 解决这个问题 给到你答案 一个是 Do you like coffee? 你喜欢咖啡吗? Do you want any sugar? Do you want any sugar? 你想要这个糖吗? 大家会发现 like和want 都是什么词呢? 对 都是动词 大家看到 生死短语的部分 被大家讲得非常清晰了 所以呢 因为它们是动词 那就不能用are来提问 而改为了do 所以答案就出来了 动词用什么来提问呢? 不再用必动词了 而需要用一个词 do来提问 所以呢 我们来举些例子 比如你说英语吗? 说英语的说是一个动词 那就不能用are you来问 而说do you 叫做do you speak English? do you speak English? 但比如说你经常吃早饭吗? 吃早饭是一个动词 那就需要用do来问了 叫do you eat breakfast? do you eat breakfast? 当然还可以加一个词叫often 它表示经常 但是这个句子加或者是不加 都是对的 都是正确的 do you often eat breakfast? 总之 最关键的部分是由于有speak和eat 这两个动词 所以呢 就使得开始提问的词 不能使用必动词 而使用do 这就是其中最大的缘由 OK 好了 那有关于这个提问的形式 我们就搞定了 但是还有一个比较例外的事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句子 你正在吃早饭 你正在吃 是我们三十一刻学到了新的进食 所以得说成 you are eating breakfast you are eating breakfast 那它的疑问句形式 天气的怎么说吗? 对 提到前头来 are you eating breakfast? are you eating breakfast? 看到这里 你肯定有一位老师 那你刚刚总结那个还成立吗? 你不是说一个句子当中 有十一动词的时候 需要用do来问吗? 可是这里面也有吃饭啊 那为什么没有用do呢? 是因为这个句子当中 有助动词are 而我们在变化的时候呢 会优先选择这个必动词 所以呢 就会把必动词are 提到前头来 are you eating breakfast? 这就可以了 这就搞定了 对吗?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类型的句子 就总结为 现在进行时代当中的 专门独特的用法 就是竹语家A3R加多印的时候 需要把A3R提前 然后变成疑问句 这就跟刚刚那个 没有关系了 不冲突了 OK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说 请大家继续来看这张图片 然后呢 我要表达他们不幸福 请问大家 这里应该选哪个呢? they are not happy 还是they do not happy 对的 应该选择are not 对吗? they are not happy 就对了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们不是学生 请问你要选哪个? they are not students 还是they do not students 如果你选择they are not 就对了 叫they are not students 好了 接下来再来一个 他们不在地铁上 请问你选择哪个? they are not on the subway 还是they do not on the subway 对的 they are not on the subway 这就对了 好了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刚刚以上我们所说的三个句子 they are not happy they are not students 还有they are not on the subway 都是什么呢? 都是形容词happy 名词students on the why 借词短语 这个也是我们在刚刚开始 新概念一色的第三课 是不是就学到了 否定句呢 就在is am r的后面 加not就实现了 而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或者说 为什么就可以 加一个not 变成否定句呢? 就是因为 他们是学容词 名词 借词 副词 等等的非动词 才可以这样做 于是有人就问了 哦 那要是有动词 怎么办呢? 啊 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来解释 如果一个句当中有动词 那肯定不能用rnot 今天课文里面的句子 可以告诉你答案 比如说这个句子 你来找一找 I don't like milk in my coffee 在我的咖啡里 是不喜欢牛奶的 大家看到like是动词 而我用的是 do not don't 这种方式去否定的 所以呢 简单的结论就出来了 如果是一个实义动词 那我们就需要找到 do not 或者是don't 去否定它 don't去否定它 而不能按照原来的 is am r not的方式去否定了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我不说英语 这怎么说呢 叫做 I don't speak English I don't speak English 因为speak是动词 再来一个 你不经常吃早饭 you don't often eat breakfast 有没有often不重要 重要的是eat是动词 所以得说 you don't eat breakfast or you don't often eat breakfast 好的 那以上呢 其实就总结出了 这么两个结论 通过这么多的演艺方式 想告诉大家 如果一个句当中 有实义动词 有实义动词 那么如果你要把它 变成一文句的时候呢 需要借助于do来问 而要变成否定句呢 就是do not 或者是don't 这里所说的动词 指的是实义动词 而且呢 要把那个 现在进行识排除掉 因为现在进行识当中 会有a3r这些助动词 OK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 语法板块内容了 难度没有那么大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读作 f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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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呢 字母e发作 e e 这么大 e fresh 然后sh呢 是一个固定的读音 叫sh sh 合起来是fresh fresh 是一个形容词 叫新鲜的 那它可以用来形容 我们常见的一些词 比如说可以用来说空气 新鲜的空气 就可以叫the fresh air the fresh air 当然也可以用来说 蔬菜呀 水果呀 the fresh vegetables 就是新鲜的蔬菜了 the fresh fruit 就是新鲜的水果 这都是可以的 好了 接下来说一个词叫鸡蛋 eg eg 其中的字母意义呢 也发作 这个词呢 是可数名词哦 可以加s 变成复数形式 读作egs 好了 下面是黄油 读作butter 其中的字母意义呢 发作a butter 看好了 它的意思叫黄油 也是名词 所以你觉得可数 还是不可数呢 不可数名词 所以这个词呢 是没有复数形式的 没有复数形式 永远都是单数 butter OK 好了 接下来请看第三个 叫pure pure pure 这是美式的读法 在英国人的习惯当中 也可以读作pure pure pure 所以这两种都是可接受的 另外呢 它的意思叫纯净的 也是形容词 所以它自然可以用来说名词了 比如说the pure water the pure water 就是纯净水 大家看很多纯净水的瓶子上 都会写到这个 the pure water 好了 接下来说蜂蜜叫honey honey 那我可以说这个纯蜂蜜啊 叫pure honey 这也是可以的 另外呢 就是honey 是蜂蜜 大家觉得是可数还是不可数的呢 是的 它是不可数名词 是没有附属形式的 永远都是honey OK 好了 再往下呢 是成熟的 读作ripe ripe 它是一个原辅意的这样的组合 字母i呢 就读作i i r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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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意思叫成熟的 一般指的是蔬菜呀 水果呀 这类的成熟 比如说成熟的香蕉 叫做ripe bananas ripe bananas 成熟的等等 这都可以用这个词 但是不说人啊 不说人 当你要说一个人比较成熟 我们会用来一个词叫mature mature m-a-t-u-r-e mature OK 好了 下面就是香蕉了 一块读叫banana banana 请听了我读的是第二个音标的读音 叫banana a banana a banana 这是美国人习惯的说法 在英式发音当中呢 读作banana banana banana 所以呢 banana或者banana 都是可以的 好了 下面请看第八个字叫jam jam 其中的字母a呢 发作a a jam 它的意思叫作果酱 酱酱酱酱 你听 不可数吧 所以呢 它是没有附属形式的 永远都是单数形式 下面呢 来请看这个词叫traffic jam traffic是交通 加上果酱 jam 那是啥 交通啊 混乱到跟果酱似的 根本就分不清啥叫啥的 交通堵塞 就叫traffic jam OK 下面是一个词叫sweet sweet 这是一个小种词叫甜的 我们经常用它来说口味 比如说这苹果很甜的 apple is sweet 这梨很甜的 berry sweet 所以它是一种口味 当然 除了口味之外 它还可以表示这种抽象意义的甜 也可以翻译成甜美的 比如说her sweet voice her sweet voice 叫做她甜美的嗓音 她甜美的嗓音 那你说这个小姑娘笑得也很甜 也是可以的啊 比如说 she has very sweet smile she has very sweet smile 这个句子到底怎么写的怎么说的 没有关系 关键的关键就是需要大家知道 sweet可以是特别具体的甜 也可以是抽象意义的甜 好了 下面是第十个词 是名词orange orange 这是橙子 是名词 你觉得是可数还是不可数呢 当然是可数 我可以说两个三个四个 对吧 two oranges 后面叫s就可以了 three oranges OK 好了 下面请看第十一个词 叫skush whisky skush whisky 这是一种酒 对吧 所以呢 它是不可数名词 没有附属情绪啊 再往下呢 是一个超有用的词 一块读叫choice choice 其中的ch 发ch oi发作oy 所以合起来读作toy 然后呢 字母c在这里读的是s 那大家还记得吗 字母c有两种读音 一种是k 一种是s 一般情况下都会发k 在这儿为什么会发s呢 是因为当字母c后面有eiy 这三个字母的时候呢 它就会发作s 而在这里你来看一下 字母c后面什么有一e呢 所以字母c就会读作s 读作choice choice ok 这是一个学用词 表示上等的精选的 那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去修饰一个名词了 比如说这是上等精品红富士 上等精选苹果叫choice apples 那我可以加the 也可以加some some choice apples 就是一些上等的精选苹果 也可以说the choice apples 这都可以的 那choice这个单词 除了这个学用词的意思 身份之外呢 还可以是个名词哦 但是如果是个名词就是选择 嗯选择 举个例子 比如说he can make a wise choice he can make a wise choice 就是他可以做一个明智的选择 这个wise表示明智的 有人说我感觉上等的精选的和这个选择好像没有关系 大家想一下为什么我们把它叫上等的精选的 是因为我选出来的呀 所以呢 他学用词叫上等的精选的 名词就是选择 好了 接下来请看下一个词叫做冰果 很简单 apple apple 接下来是果酒 当然apple是可数名词 two apples three apples 这都是可以的 接下来请看wine wine 这是果酒 这是由水果酿成的酒 一定是不可数的 因为它是液体状的东西 所以它是没有复数形式的 我只能说一瓶 a bottle of wine a bottle of wine 这是可以的 好了 下面是啤酒 beer beer 我也可以没有文化音读作 beer beer 都是可以的 但是啤酒也是液体状的 所以它是不可数的 我可以说一瓶啤酒 a tin of beer 就是这种听的那种 或的那种啤酒 a tin of beer 你可以说a bottle of beer 一瓶啤酒 但是这个词本身是没有复数的 好了 最后一个词叫blackboard blackboard 那你知道black是黑色的 board呢是个板 那合起来就是黑板 所以这个词很好记 blackboard 那我们现在呢 很多地方用的是白板 你觉得白板怎么说呢 对的 把black变成white就可以了 叫whiteboard whiteboard OK 好了 那有关于whiteboard blackboard 它们都是可数名词 可以变复数形式 two blackboards 就是两个黑板 好了 这些词呢 我们就全部说完了 对于大家来说呢 能记多少记多少 在你第一遍学习间念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是了解 基本的词性 时态 以及组织句子的方式 千万不要给自己压力说 我必须把这个单词背蓝 才怎么着 刚开始学英语的过程当中 词汇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三点 所以呢 有些词你只要会读就可以了 而且你发现 有些单词见多了 自然就会了 好了 下面呢 我们要看到 左边 四十八课的最上面 有两个句子 do you like 你喜欢吗 还有do you want 你想要吗 想说的是什么呢 want和like 都是实义动词 所以呢 它们需要用do来提问 而不能用are 对吧 这是我们在今天 这是这个讲解当中 特别重要的一点 尤其是在语法讲解当中 为大家详细展示的 好了 那下面我们来代入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图片 叫做fresh eggs 新鲜的鸡蛋 我问你想要新鲜的鸡蛋吗 那就是do you want 但是需要加一个some 或者the 比如说do you want some fresh eggs 或者do you want want the fresh eggs 你要不要这些 新鲜的鸡蛋 所以在它们前面 是需要加个东西的 好第二个 你想要黄油吗 do you like butter 那butter是不可数 你可以加the 也可以不加 如果你想说 你喜欢这个 或者你想要这个黄油吗 那就加the do you like the butter 好了 最后一个叫做pure honey pure honey叫做纯蜂蜜 那我可以说 do you want some pure honey 或者do you want pure honey 这都可以的 因为pure honey也是不可数的 好了 那下面的图片呢 请大家一一的把它说出来 这样的过程是可以很好的帮助大家 复习这里面所出现的单词 可数还是不可数 以及上面还有一些形容词 比如说fresh 比如说pure 都是今天或者之前所学过的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复习方式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的是 在单词的下面有一道题 这道题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想做一件事 就是复习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学过的借词 那让你选择这些词去填空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这些词到底什么意思 说清楚 然后再来做题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详细说 第一个 读做off off 它的意思叫离开 不在 离开或者是不在 但不是动词哦 是个戒词 所以它经常怎么用呢 就是在前面加一个动词去使用 比如说 比如说drive off drive是开车 那drive off就是开走了 再比如说turn off 就是把灯关掉 turn off 再比如说take off take off 把衣服脱下来 所以呢 就是它经常和前面一个动词去搭配使用 好了 下面请看第二个词 读作over over 这个ver 是需要上牙齿 咬住下子车来读的 over 它可以表示跨越 或者是上方 跨越的意思呢 通常是飞机 比如说从村庄的 这个这头飞到那头 或者桥的这头飞到那头 山的这头飞到那头 这种意思 那上方的意思就是不接触的上方 比如说 这是上面 但是这就是上方 嗯 好了 这是over 接下来请看第三个叫between between 读音上呢是t加e tween between between 表示两者之间哦 一定是两者之间 那它的用法 比如说在a和b之间 叫做between a and b between a and b 叫做在a和b之间 而且呢 必须要用and来连接a和b between a and b 好了 接下来是 沿着这个词读作along along 这个用法很简单 比如说你要沿着条马路走 就叫along the road 沿着这条河 along the river 好了 再接下来是这个词组叫in front of in front of 这个词组表达的意思叫做在前面 这是我们刚刚许过的一个词组 到下是behind behind 表示在什么的后面 behind 接下来是under under 它可以表示下面 或者是下方 也就是说不论是接触的还是不接触的 都可以 只要是下面的都叫under OK 好了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了 叫做across across 虽然它翻译成穿过 但是你要记得 我们在31个讲过 它是个动词吗 不是不是 是借词 所以呢 在使用的时候也要记得 它经常也跟动词去搭配 比如说run across 跑着穿过 还有walk across 走着穿过的 你也可以说go across 总之呢 就是需要借助一个动词去使用 这些词都是借词 OK 好了 那了解到这个程度上 大家就可以去做题了 建议大家到现在为止 就可以暂停视频 自己开始做了 做完之后 你再来看讲解 这样对你来说 意义会更大 收获也会更大 好了 那接下来 假如你已经做完了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讲了 一共是八个句子 第一个 The aeroplane is flying 什么什么 The village The aeroplane is flying 意思是说 飞机正在飞 然后呢 后面那个词是village 就是村庄 那请问大家 飞机飞和村庄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嗯 是不是应该是在村庄的上方飞 所以我们选择一个词 叫上方over The aeroplane is flying over in the village 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是第二个 The ship is going the bridge 这个船在行驶 Going就翻译成行驶 然后the bridge 是桥 那大家想想 这个船是在桥的什么位置 行驶 对 是不是应该在桥下面 叫做 under the bridge 有人可能会填across 意思就是说 这个船 穿过这个桥 大家要记得 这个穿过 应该是穿过这条河 但它不能穿过桥 因为 船和桥 它 这个位置是有距离的 船没法上桥 对不对 如果你是走上桥 然后穿过的 那可以是across 但是这个时候它只能在下面 所以叫under the bridge 好了 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道题 The children are swimming 孩子们正在游泳 然后是the river 孩子们游泳 和河里 是不是应该就是in a river 可是呢 大家想想 我们在刚刚让你选的那些词里面 有没有in 没有 如果有的话没问题啊 孩子们在河里面游泳 那没有的话 我们就得考虑别的了 大家想想这里面还有哪个合适 是不是应该是穿过这条河 那就是across the river 可能孩子们从河的这一岸 游到对岸 这就是across OK 好的 接下来是第四个 two cars are running 两只猫正在跑 然后是the wall 墙 如果有on的话 是不是可以说on 就是猫在墙的上面跑 可是你看一下 好像没有 那我们就得选别的了 那猫是不是一般可以说 沿着这个墙跑 那就是along 叫做two cars are running along the wall 就可以了 好了 第五个 the boy is jumping 那个孩子正在跳 下面是the branch 这个词咱没有学过哈 branch表达的意思叫树枝 就是树的枝干 就是branch 那想想这个孩子树枝跳 怎么跳 是不是正从树枝上跳下来 离开树枝呢 所以叫做jumping off the branch OK 好了 第六个 the girl is feeding 意思说这个女孩正在坐 然后是her mother and her father 她爸爸和她妈妈 她妈妈和她爸爸 总之中间是and 那我们就很快想起来了 有一个词叫between 叫between a and b 那就正好了 说这个女孩呢 坐在她爸爸和妈妈的中间 就是两个人中间 between her mother and her father 好了第七个 the teacher is standing 老师正站着 下面是the blackboard 是黑板 那大家想想 老师经常站在黑板的哪呢 他不能站在后面去 对吧 看不见 所以他得站在黑板的前头来 那就是in front of 所以呢叫the teacher is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blackboard 好 最后一道题 the blackboard is the teacher 那黑板自然在老师的后面 后面叫behind the blackboard is behind the table 这就可以了 好了 那以上八道题 真的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能全部做出来 说明在这个阶段 借词你掌握得很好 如果还不能 很好的做出来 甚至于在做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能有些词不熟悉 或者是因为没有理解句子的意思 所以没法填借词的话 那你可以先来把这个句子当中的词 先理解了 意思先弄明白 然后再来填借词 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综合能力的体现 需要大家能够看得懂句子的意思 同时能够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 再来找到对应的合适的借词填进去 所以呢这是一道非常重要的题 一定要认真对待哦 大家说的第一个内容就是 都跟苹果有关的一些理语 接下来要说的是 我们这两天的一个系列内容 就是有关于数字了 好了 那请大家先来看第一个端语 叫the apple of one's eyes the apple of one's eyes 就是某个人眼中的苹果 你猜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中国人会说掌上明珠 在英语当中呢 就是眼里的苹果 所以掌上明珠就是 the apple of one's eyes 这个one's呢 可以替代为我的你的他的 比如说 我的掌上明珠叫做 the apple of my eyes 你的掌上明珠叫 the apple of your eyes OK 接下来说的是第二个 叫做the big apple the big apple就是大苹果 指的去哪呢 纽约市 就纽约这个城市 还有一个外号叫做 the big apple 这就跟我们中国的城市似的哈 比如说有些城叫做帝都 有些叫魔都 有些叫荣城 什么之类的 就这个意思 接下来第三个 叫做adams apple adams是谁呢 亚当 亚当的苹果是什么意思呢 亚当的苹果就是男士的猴姐 我们在讲句子的结构的时候 是不是就跟大家说过这事呢 OK 好了 那第三个等语呢 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要说我们今天有关于数字的事了 在此之前 100之内的都已经学过了 对吧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100以后的数字 从100到1000之内的数字 100很简单叫100 100 有人说那200呢 200字吗 No 200 300呢 300 随便多少百 这个hundred 是不能够变复述形式的 没有s形式 都是单数 100 200 300 OK 那接下来其实 几百几十几啊 非常简单 只要100以内的数字 你学的非常扎实的话 那么这个内容对于来说 so easy 好了 来看一下吧 比如说236 200呢 就是200 没有s 200 接下来 在200和36之间 需要加一个词叫and and 36你已经学过了 叫36 所以呢 236就叫做 200 and 36 200 and 36 那接下来 542 500叫做500 500 42 42 中间叫and 就搞定了 叫500 and 42 500 and 42 那接下来 807 又说 哇塞 0怎么办呢 很简单 先说800 叫800 然后呢 0就是没有呗 and的时候 只按了一个数字 7就可以了 叫800 and 7 800 and 7 就搞定了 OK 来我们再来说几个数字 978 先说900 900 然后78叫778 然后中间按了一下 那就是 900 and 78 900 and 78 再来一个685 600叫做600 600 再加一个85 那就是 600 and 85 好的 最后一个491 叫做400 然后91 91 中间加and 400 and91 400 and91 这就搞定了 所以呢 其实你会发现 只要你把前20个数字搞明白 后面的超级简单 所以到目前为止 如果你觉得这些数字对买说超级难 很难 说不出来几乎 赶紧回去 把前20的先选明白 如果你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 说明你的基础打的会很扎实 所以英语学习就是这样 你的基础越扎实 后面会学的越来越快 越来越轻松 OK 今天的课程就全部结束了 好